MING PAO TORONTO 经典的优雅伞群成为这一季最受设计师追捧的群款之一 设计师将腰线提升到了中段最清晰的位置 再搭配A字形的伞群结构 凸显了女性鲜细的腰线 自然的摆折设计是本季选择伞群时的必备元素 不论是帅气硬准的皮质伞群 飘逸轻盈的薄纱伞群 还是有着复古褶皱的经典杆群 都能让你的步履间增添几分优雅的韵味 Kelvin Klein 本系列的风格有利于古典与现代的边缘 既有着大家闺秀的庄重典雅 也有着现代职场女性的干练和简洁 黑白灰与不同亮度的橘色 橙色构成单纯明晰的色调基调 设计师将这一季的重点放在腰部 用密实的羊毛或者抛工皮革 制作而成的束腰外套和连衣裙 搭配上轻属腰带 与A字形的散裙下摆 形成了明快的节奏 其中有一些散裙还将透视几何设计融入其中 让规矩的央视瞬间变得妩媚动人 Gembertista Valley本季女装开场 是以Boise系为主的宽松风格 之后逐渐变成淑女伴 最后则是奢华感十足的波西米亚风格 优雅的散裙设计是此次秀场的点睛之作 无论是传统手织的毛线 还是透明飘逸的薄纱 都被大量运用在散裙设计中 极细的短裙 长支脚踝的长裙 设计师将散裙的优雅飘逸 发挥到了极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